佛光照大帝发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第十一届全球华文文学新云奖 日前在佛光山的台北道场 热闹的登场 这次总共有28位海内外文学创作者获奖 而最受瞩目的贡献奖 是颁发给当代华文文学大师王鼎君 他的创作范围相当的多元 还有多变的写作风格深受推崇 而创作的散文集 更是多数人儿时的写作教材 人生好比是一段畅途跋涉 变化很多 走的有一样东西 是始终陪伴它 也就是在肩膳上 始终不离开它 对我来说 这个东西就是文学 全球华文文学新云奖已迈入第十一届 今年将贡献奖颁发给旅居美国的华文文学大师王鼎君 其多部文学著作都深受读者们喜爱 为了这条路是会长的 不管它有多长 你一直要做下去 不要离开 也不要听下去 高龄96岁的王鼎君也表示 他或许是最高龄的得奖者 也特别请到尔雅出版社创办人影帝先生代为受奖 本次共有28位海内外文学创作者获奖 显现全球华文文学创作者依旧人才辈出 文字 海道 文学 国画 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必需品 像阳光 像空气 像水 对我们来说 把这个奖子干好 是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的实责 我们一定要把他干好 文学其实是超越国际 国界 超越人类吧 他应该支持人类共同的一种资产 文化资产 所以我想第一个这个奖一定会继续的办下去 全球华文文学新云奖 网罗海内外华文文学作家 希望以奖项的肯定促进文学发展 为华文文坛奠定良好的梗基 人间卫视陈宜萱台北采访报道 好 好